十二年国教新课纲审议迈入最后阶段 教育部长成立专案办公室落实新课纲 课审会委员表示 这次新课纲中的课程学习内容条目 有许多和原住民族相关 而且大部分领纲中的原则性规范 也规定了教师课程设计 必须调整适用在原住民学生需求 或当地部落文化 我敢说这次的课纲 大概是我们国家的课纲里面 对于原住民最友善的一次 相当多原住民的一些条目 或者相关的规范 是以前的课纲都没有的 到底该怎么去落实 恐怕也要从师资端的培育 教科书的撰写 甚至未来第一线老师 他课程研发的能力 这方面去着手 但是这些工作其实都是跨单位的 课审会委员表示 除了师资端对新课纲 要有一定消化程度 也需调整在职老师 从相当依赖教科书的教学模式 回到课纲本身教谈性的内容 与其让国教院或其他单位 个性歧视难以其一步调 认为有这样一个专案办公室 负责协调工作 应该能发挥功能 而课审会中的学生代表则建议 原民年轻世代声音也不可少 年纪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做的教育不一样了 那可能看到的问题也会不一样 这个不一样就会成为政策 做的完整很重要的万件 炮梁上面可不可以 就是特别针对像是原住民青年 原住民大学生 甚至是平负责的青年 在这个部分有没有可能有 更多的机会参与或是咨询 12年国教课纲专案办公室 设立后负责任务 包括课纲后续审查 教科书审定 教师曾能 家长宣导等工作 专案办公室的执行秘书人选 则是由现任国教署长 邱前国担任 目前相关人士派令 与进一步内容 要等到行政院同意后 才会正式公布 原事新闻喜故 迪弗洛台北市采访报导